老爷夫人都说了 文家是不会放过少爷的 都是我害哥哥的 都是我不好 我那么人性不听话 非要出去逛街 除了事先躲一下不就结了吗 我 我干嘛逛天花日之下往家跑 明知道人家已经知道有哥哥在里面 肯定是有人监视我们家里 我还 我正该死 少爷 你别这样 事情已经这样了 现在只能想办法了 你别这样子 这事是我挑起的 我得去跟爹娘说明一切 不可以 小姐 你冷静一点 这事少爷已经扛下来了 你就别再节外生枝了 弄不好全打进去了 你冷静一点 可这祸根是我 我怎么能连累哥哥呢 这么一来 文章绝不会大意让文成跟哥哥有一丁点的交往了 不行 我应该去认罪 把哥哥踢出来 小姐 你快别冲动啊 这是你从前的意义 不行 管不了这么多了 放开我 娘 你说 小龙虾到底是谁 娘 我就是小龙虾 或是我惹的 我这就去把哥哥换出来 小龙虾 小龙虾 娘 娘 静儿 你这祸到底要闯到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才肯罢休啊 你 你要是不在乎全家因你受累 你要是不在乎全家因你受累 我也是不在乎全家因你受累 你受宿了 你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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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受了 但这回我希望他别死掉 等过一段时间再死不吃 丞相 那射伤文韬的凶手 真的已经归案了 托皇上红服 文韬遭人射伤一案 总算是水落石出 凶手已经坦白承认了 那什么人这么大胆 敢对文韬动手 是大将军之子司徒建南 司徒建南 怎么可能啊 启禀皇上 确实如此啊 今天的将军府门前 司徒建南 当着大将军和将军夫人的面 已经承认了 没人逼迫他 皇上 司徒建南既已认罪 皇上就应该立即下旨严办 母后 这怎么办才算严办呢 无故好勇斗狠 残忍毒辣 伤及的又是皇家至亲 危急生命 理当处死 按国法讲 就是处死也不过分呢 皇上 谋害皇亲国戚 的确是法无可恕啊 这文韬表弟 虽然是皇亲国戚 可那司徒建南 也是忠臣之后啊 此事 不能太过随便处置了 皇上 你是文韬的表哥 自然应该为他多想一想啊 母后 作为皇上 最重要的应该是公正 皇上 我们是苦主啊 所以我们今天才来讨个公道 好 那丞相 司徒建南为何要见舍文韬啊 皇上 司徒建南想娶文强 日前司徒清云还到我府上去提亲 被我拒绝了 文韬当时说了几句司徒清云听不惯的话 所以他就恼羞成怒的走了 想必这司徒建南知道此事以后怀恨在心 所以他就找机会要杀文韬啊 皇上 这是罪不要脸的报复 替皇上下旨杀了司徒建南 那司徒建南既已入狱 就应该按律法审案定罪 大家等情不查完吧 如果他真的获罪致死 朕绝不包庇 真相既已大白 你就是立即下旨处决 也顺理成章啊 母后啊母后 那司徒清云是开国功勋鞠躬至尾 而且他极具威信 一般的寻常百姓之子 都不可以草率处死 何况是他的儿子 如果真的要处死那司徒建南 一定要名正言顺 他谋杀皇上表弟 被处死够名正言顺了吧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文韬的命给救回来 如果他的命保住了 那司徒建南的命 也未尝不可留下 皇上 你到底是向着咱们家还是司徒家 朕不是向着谁 所谓人命关天 岂能儿戏 姑妈 文韬是您的亲侄子 您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 他现在遭遇不幸 却求告无门 姑妈 你一定要替他做主啊 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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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朕的面前向太后求情 是不把朕放在眼里了 臣妾不敢 请皇上息怒 皇上 母后 朕不是要提司徒建南求情 只是想更进一步 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以其误枉误众召信天下 这是儿臣的职责呀 皇上 皇上所言甚是 妹儿啊 皇上秉公办事 向来是公正严明的 你这样在圣驾面前 哭哭闹闹的 确实不妥 还不赶快向皇上告罪 朕欠失礼最高万死 请皇上开恩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 既然司徒建南已经认了罪 你就应该下职处决他 不知道皇上打算怎么做呢 朕会下口谕 让刑部的人 尽快审清司徒建南伤人案的真相 另外 朕也会派宫中御医 彻夜驻守丞相府 一定救回文韬的命 多谢皇上 回去吧 微臣告退 师父 哥哥为了我 入了狱 命可能都不保了 怎么办呢 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一定要冷静啊 可我怎么能冷静下来呢 我觉得我应该去认罪 把哥哥剃出来 绝对不可以 你这样做等于自投罗网 你不能做这种傻事 你要答应师父啊 可哥哥怎么办呢 他可能会送命的 只要你不强出头 你哥哥一定不会有事的 师父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无论如何 师父一定会帮你 你一定要相信师父啊 师父说的话是当真的 当然是真的 师父答应过你的事 从来没有失言过 对不对 嗯 公子笑什么 我有在笑吗 公子这两天老是偷偷地傻笑 不过想起这两天的事 确实值得一笑 那公子是笑事还是笑人 连个事都有 我一想起小龙虾 小龙虾做的事 就想笑 那小龙虾的确是个有趣的人 公子 那个镯子您可是要要回来啊 为什么 那可是您定亲的信物 我已经有消息了 安宁公主这几天就要进京了 她进不进京又能怎么样 我已经决定了 公子决定什么了 我决定不娶她了 不娶 不娶 我的自由全是哥哥坐牢换出来的 咱们不正在想办法帮少爷吗 我那个尹二哥好像有点来路 可你要用他的手根本就没影了 他呀比你还神秘 白大哥也不知道去哪玩了 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哎 要不咱们去城外找万人敌他们 这种大师万人敌的招数怕是不行 白玉和尹宽回去帮他上忙 别急 咱们慢慢找 好 娘 你怎么了 你这个下贱的女人 你给我滚吧 你把孩子也带走 你给我滚 不要你了 你这个下贱的女人 爹 不要打娘 你老子滚 你不要打娘 爹 滚 滚 求求你了爹 爹 爹 滚 你这个下贱的女人 我气死你 我打死你 我要你的命 你不是女人生的 爹 我教学自己女人关系什么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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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咱家 光天化人虚然太甚 饶命啊 大家饶命 不要咱家饶命啊 走 好 竟敢踩我你 你这个混蛋 公主 你们就把死人都滚开 小龙虾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小龙虾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竟敢打我小龙虾 我 竟敢打我小龙虾 还不快跟我走 别打了 走 我财富你 公主你没事吧 你们这把混蛋还不快给我追 是 惹了我安宁公主 你们就是跑到天上去也躲不掉 竟敢打我 静修师傅 不好了 阿莲 发生什么事了 小姐她 又和人打架了 这下惹祸了 她打了安宁公主 小姐怎么会得罪公主呢 谁知道她是公主啊 稀里糊涂的就打起来了 那你们小姐现在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啊 小姐被公主身边的人追杀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师父 这可怎么办呢 我家公子现在还在牢里呢 这件事 我也不敢和老爷夫人她们说 小姐如果跑了 一般人很难抓得住她 我想她应该没事的 你不知道 当时非常紧急 安宁公主一边扫向小姐 幸亏当时 白公子出手救了小姐 白公子也在那儿 幸亏她在那儿 后来拉了小姐就跑了 既然是和白公子在一起 那就更加安全了 可是白公子 怎么敢向安宁公主出手呢 她不是 她不是要娶安宁公主的吗 又是和白公子三年 你不要娶我 这儿 我们都打多少 闹地 甲子 最后才会 为了闯祸的 你的确是一个 天大的货都敢闯的人 你是说我今天打架的事啊 没错 这也不算什么大祸了 只不过打输了 有点丢人 哪个兄女人啊 不过有几个护卫跟着 哪个打官家的野丫头 我才不在乎呢 京城里哪家小姐 有这么大排场啊 三弟 那个女人来路没那么简单 对啊 是八台大将 什么大官的女儿 也没资格做八台大将啊 那她是 你想对了 她肯定是宫里的 那她是什么人呢 宫里的妃子 肯定不会这么张扬 你说她是什么人 公主 那野女人是公主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 她就是刚从外地回京城的安宁公主 皇上的亲妹妹啊 老天哪 我把皇上的妹妹给打了 大哥我打了公主啊 还有我 爷把她打了 你笑什么 我的傻哥哥呀 我不知道她是公主才跟她动手 可是你猜到了为什么还要把那母老虎的毛呢 我为什么把虎毛你不知道呢 我知道大哥 你一定是为了我 你知道就好 就算你是为了我跟公主打架 也傻到家了 为了你 我愿意当你傻子 不管怎么说 跟公主打了一架 还真是蛮刺激的 就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 跟贵妃和皇上打上一架 有你这种想法的人 不是一个惹祸的根子还是什么 不过 我听说安宁公主 也是一个找茶惹祸的人 你把她打了还有心情笑 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没嫌留人 皇兄 你怎么到这来了 要不是老哥我来了 你这儿还不得闹出人命啊 不婚万岁万岁 行了 各自服药去吧 智利啊 在 他们跟随公主很辛苦 给他们多发点饮料 是 都问我来吧 谢谢老师 爸 谁让你多感谢事了 我的亲妹妹啊 你对你贴身的人 可不只要让他们怕你 还有让他们敬你啊 来吧 三千花 安宁啊 这许久不见 你的脾气可是越来越鲜活了 什么鲜活 少拿我开心了 就许你拿世卫出气 不许别人许你开心啊 他们的叫活该 还自称大内高手 个个全都中看不中用 这已经听说了 你在街上跟人打起来了 没占着什么便宜 你呀 一进京就惹事 也好 就该让你受点教训 根本就不是我的错 也不知道从哪冒出一个疯子 凶横刁蛮的 把人家小百姓都欺负坏了 那个男人差点没被他打死 还好我及时出现 救了那人一命 是啊 那个疯子肯定厉害得要命 不然怎么会逃出你的手呢 他算什么呀 要不是中途杀出了一个角局的臭男人 我早打着他跪地求饶了 够自信啊 怎么样 最近功夫进步了 怎么样 咱们俩出去比划比划 安宁啊 朕这次找你回京 不是为了跟你比划功夫的 是有件大事要等你点头呢 什么大事啊 你就别卖关子了 可说吧 可说呀 朕说的是你的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 朕跟你安排了一门好亲事 那男人呢 据说是风度翩翩 才华横溢 你要见了他 你一定会咧嘴大笑的 我就那么没出戏啊 他叫什么名字啊 白云飞 白云飞 那照你这么说 打劫齐国侯的事 被尹矿弄得不了了之了 咱们这个尹二弟 倒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对啊 我肯定他是皇亲国妻 我一直都想找他帮司徒贱男 可怎么都找不到他 三弟啊 这件事你不必心急 不急 我都急死了 司徒贱男是为了保护我小龙虾 才出面认罪的 所以我打死了也要帮他 你听我说 司徒将军是开国功臣 皇上不会那么草率 处理他儿子的 可文章和文贵妃 肯定是想制司徒贱男重罪 这件事到最后 怎么也得通过皇上 我想皇上一定会 根据文涛的伤势来决定 如果他伤势好了 这件事就不要紧了 可是万一他治不好呢 所以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是要了解文涛的伤势 切不可草率行事 尤其是你 不允许再惹祸了 不然 对司徒贱男 会非常不利 我明白 这段时间 我想二弟会来找咱们 如果他真的是皇亲国戚 就一定会帮助我们 救司徒贱男 这赢老二神神秘秘的 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 我也在想 皇亲国戚里 没有这样的人 白大哥 你好像对皇亲国戚挺熟悉的 连安宁公主也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安宁公主呢 云南那么远 我才不要嫁到那去呢 只要嫁得人好 嫁得远点近点 就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要嫁 妖姐来了 皇上 听说你回来了 特地来看看你 梅儿坐吧 老哥 我不要嫁人 你呀 你口是心非呀你 有道是女大不中流 流来流去 流成仇 朕可不想你以后来恨我呀 我看你真是不讲兄妹感情 想把我快点嫁入去好省心 安宁啊 你要这么说 就太枉费母后和朕的一番苦心了 咱们给你找的那个人 可是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啊 才怪呢 我看你就恨不得把我嫁到海角天涯去 也不见心为敬 云奶奶 刘老家何止千里之遥啊 你要是嫌远嘛 那 正在京城赏你一座宅子 让白云飞到这里来陪你过日子 你可以随时回家 成吗 那行 我救助京城 那白云飞是什么货色 太得上我吗 可朕琢磨呀 到时候可得用一根粗链子 把你这丫头拴住才行 否则你一见钟情 还不拽着人家不放啊 你就拿我寻开心吧 白妹啊 你干嘛一见到我 就把脸拉那么长 一句话也不说 我可没欠你什么吧 安妮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你回来 我很高兴的 才怪 我知道 我一回来你就不是专宠了 心里是不是很不舒服啊 放心吧 我哥啊 马上就要把我嫁人了 就算跟你争宠 也争不了几天了 安妮 你在胡说什么呀 妹儿是不开心 可不是为了你 那为什么呀 咱表弟文韬给人设伤了 命能不能保住 都很难说得清呢 妹儿惦记弟弟也是人之常情啊 表姐 对不起啊 我刚才胡说八道的 你别生我气啊 我过两天一有时间就去看表弟啊 安妮啊 你就是心地好 有你这么关心我弟弟啊 他一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好了 你们两位就宽心吧 刚才御医已经托人传话来 说文韬的伤势已经基本稳住了 可以说命已经捡回来了 真的 对啊 爹 爹 云音说弟弟的烧已经退了 他很快就能恢复 他很快就能恢复 老天有眼 让我文家不绝后啊 爹 你想说什么 我听说司徒建南已经被关进刑部大牢了 那是他罪有应得 爹 后来你不得了 那是他罪有事 听说得好 我听说是有准备的 小国 他要看这个 我认识 我说是其他确实 快没有了 你也不得了 我认识 我认识 说白了 你还是在为司徒贱男求情 爹 我绝对不会相信 司徒贱男会有意射伤弟弟 这里面一定有意外 那绝不是意外 是因为我们拒绝了司徒家的求婚 所以他恼羞成怒 他根本就是蓄谋害文韬 你知道吗 爹 你明知道司徒贱男不是这样的人 文强 受伤的 可是你的亲弟弟 你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竟帮着外人说话呢 爹 女儿心里明白 司徒贱男就算是为了我也不会伤害弟弟的 你的意思是说 司徒贱男到现在对你都没有死心 他是天底下最重情义的人 够了 你就知道心疼司徒贱男 难道你的亲弟弟 他就活该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啊 爹 女儿不是这个意思 够了 我告诉你 你弟弟的受伤 让你提前认识了此人的真面目 不管将来事情如何发展 我不允许你跟司徒家有任何瓜葛 听见了没有 爹 我求求你 你放了司徒贱男吧 现在我的儿子性命无忧了 我可以饶他不死 如果他司徒家执意再要和我作对 我就让他付出血的代价 爹 刚刚无双跟我说 文涛性命无忧了 这下就好了 小龙虾你放心 我和你尹二哥都会帮你的 白大哥 你三番两次的帮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你干嘛那么客气呢 我们都是好兄弟啊 你只要记住 任何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会在你身边 那就够了 大哥 你就送我到这里吧 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好 白大哥 我想听听你对我的印象 你虽然调皮也经常惹祸 但很可爱 大哥欣赏你 上朝使皇上 延令我至身世外 穆玉生 一切将由刑部处理 肯定是文章和文媚儿 在背后倒的鬼 我们不成了有礼 也说不清了吗 文涛 要是有个三差两短 爹 娘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爹 娘 我得到了准确消息 文涛已经保住性命了 身体也在好转 真的 这件事情 我怎么还敢撒谎 谢天谢地 文涛不死 我儿子的命就保住了 总算没闹出人命啊 其实这件事 本来就有文涛 他烧难民的房子都坏绝了 哥谁都气死了 你们帮难民没错 但剑南已经认出了是文涛 那再设他就余理不合啊 要不是剑南亲口承认呢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会干出 这种荒唐幼稚的事 爹 你不知道 当时都打红眼了 我差点就被文涛给杀了 这可能就是剑南 涉文涛的原因吧 老爷 你说文章是丞相 刑部正规他管 他会不会在背后 做手脚啊 文涛已经没事了 他不至于做得太绝情吧 好好给我听着 淡化前面事实的原因 撕咬着司徒剑南杀人的事实不放 至于怎样措辞 这本身的大弟弟 在这件事 想拒绝 说 那些謊言 出来 但以后 有了 一个女人 就算了 你 好 所以 这些关系 有了 卿 请小姐长话短说 请小姐长话短说 请 请 文强 文强 剑男 这是我做的点心 你饿了可以吃 你真不敢来这种地方 我不敢来 难道你就应该 文强 剑男 我决不相信你会伤害文韬 那天晚上打得很惨烈 剑男 如果你和文韬是刀枪相见 你无意中射伤塔 我会相信 但是我绝对不会相信 你会在文韬背后射箭 那天文韬是蒙面的 你别再遮掩了 文韬已经告诉我了 你曾当众挑掉了文韬的面筋 剑男 为什么要带人受过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对你和我都有很大伤害 就算没上文韬 你爹和你弟弟 也不会同意让你嫁给我 这不是主要原因 你代替受货的那个人 在你心目中 比我还重要吗 不 文强 你知道我的心 没有人能替代你 有一个人 在你心目中 比我重要 小龙虾是谁 你为了保护他 连命都可以不要 告诉我 他到底是谁 文强 你还是走吧 这件事情已经这样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 文韬就是我设的 我愿意为了这件事 付出任何代价 剑男 你别再骗我了 小龙虾能够进出你府中 你又拼了命地保护他 除了最好女扮男装 和最爱闯祸的司徒靖之外 还会有谁 是 小龙虾就是司徒靖 我的亲妹妹 正因为她是我的亲妹妹 所以我一定要保护她 不能让她受一点伤害 不 那你就不管我了 不 文强 在我心中 你和她同样重要 如果是同样重要 就请你对我公平一点 你替司徒靖背黑锅 就是对我不公平 文强 你知道她化名小龙虾 做了什么吗 京城附近所有的难民 都是靠小龙虾施的粥 再活下去 那些被你爹 一直令下 撵出城外的难民 他们都住在小龙虾 为他们搭的 建议房屋里 还有 他把他建议大哥 所送给他的金银财宝 都换作了难民们 所需的 粮食 衣物和药品 可以说 没有小龙虾 他们根本就活不过明天 小龙虾 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菩萨 这些都是司徒靖做的 我为有这样的妹妹 而感到骄傲 我敬佩她的为人 可以说 我在保护的 不仅仅是我的妹妹 而且我是在保护 一个我自己十分尊敬的人 一个难民们 离不开的人 原来是这样 你现在赞同我的做法了吗 我不赞同 不管怎么说 你隐瞒事实就是不对 但是 我为你是这样的男人 而感到高兴 对了 文韬 怎么会和司徒靖 起冲突呢 文韬烧了司徒靖 为难民们盖的房子 可怜的难民 他们要活下去 怎么就那么难 你也会嫌弱 我愿不得你也会嫌弱 文韬他怎么会这样 文韬 求你一件事 不要把小龙虾 就是司徒靖的事 给说出去 我答应你 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 对了 文韬已经过了危险期 我想你的麻烦 一定不会那么大了 是吗 那太好了 不过我爹 可能不会轻易放过你 我求过他 但是他还在气头上 这我有准备 你也不要再为了我 自己受委屈了 为了你 我愿意承担一切 文韬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关于打架的原因说得并不清楚 温涛是为了建园子的事情 和司徒建南的朋友引起冲突 司徒建南是在当中 插进去助朋友打架的 温涛不敌逃走 司徒建南就射了他一箭 他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是啊 皇上 按你查清 司徒建南已供认不讳 您看 这按律法 司徒建南应该是要重诚的 虽然他是大将军的儿子 朕也不能够加以偏袒 按律行事吧 先把司徒建南押入重犯大牢 至于具体的情判 朕要再细细斟酌一下 此事也不宜再拖了 是 爹 司徒建南被押进重犯大牢 是您一手策划的吧 不错 怎么 我的女儿又要为那个臭小子求情了吗 爹 事情不是已经弄清楚了吗 是弟弟先放火烧了人家的房子 所以才引发的争端 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责任 爹 就请你网开一面 放过司徒建南吧 司徒建南一家已经和我们反目为仇 现在正好有机会打垮他们 我干嘛要放弃呢 可是戏论起来是我们李亏啊 住口 李不李亏是你说的吗 你的亲弟弟 我的亲儿子 差点丧了命 难道还是他们理直起状吗 爹 我 你要是闻家的名儿 你就给我闭嘴 现在已经许配给梁君卓了 以后 不许你替司徒建南说一句话 我不要嫁到梁家 混账 嫁不嫁 那有得了你吗 你 你给我滚 我可以整理一下吗 我可以整理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